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陆王的王后 许黄玉是位自称来自印度阿玉陀的公主 于48年沉船来到家野 守陆王与阿玉陀公主生了十个儿子 其中有两个是用母姓 至今仍保存良好始祖首陆王及首陆王妃之陵墓 等古老的历史古迹 首陆王陵实际上已成为金海市的精神象征 且有助于了解古时韩国南部的历史与文化 陵墓区内包含供奉守陵王与守陵王妃神位的崇山殿 以及安乡格 电视厅 机器库等各种建筑 还有神道碑 工计碑等十颗物 讲解古文化 中碑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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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首路王的后花园 后花园里有一个池塘 坐在这里应该很悠闲吧 这里是寒乌室的度假屋 只可惜需要预约 希望下次有机会来这里住一晚 顺便拍给大家看 庭院外有很多烟泡菜和韩式酱料的容器 顺便拍给大家看 继续接下来的行程 我们来到了 金海民俗博物馆 一楼是衣食住行的相关道具 展现金鸿道的风俗人情 和金海的民俗文化 二楼则是由民俗宿舍与客厅主持人的宿舍 再现了的房子 厨房与浴室 民俗宿舍展现了日常生活 或是农业中使用的工具 结束行程后 已经拌完了 冷冷的冬天 想喝热腾腾的汤 所以我们来到了海云台31cm海鲜刀削面店 这家店很出名 在釜山很多分行哦 我们点了双人份海鲜刀削面 一人花费8500韩币 相等于30块马币 和一份海鲜煎饼 花费1万韩币 相等于36块马币 大家知道为什么叫31cm呢? 因为钻刀削面的碗直径为31cm而得名 这是我今天的vlog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下次见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